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小杰和他的忠实伙伴巴克决定开始一场健康的大冒险 他们站在自家花园中笑容满面 小杰穿重运动服手持飞盘 巴克在他的旁边尾巴翘得高高的 准备着一场欢乐的游戏 巴克,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 我们一起外出运动吧 他们来到了公园 这里有足够大的空间 可以开展一场有趣的大冒险 公园充满了活力 高大的树木为他们提供阴凉 草坪上是一片绿意盎然 我们可以在这个公园里玩得开心 巴克 我喜欢公园 他们参加了一场健康活动 和其他小朋友一起运动 这是保持健康的好方法 操场上画满了跃动的场景 小朋友们尽情运动 运动真有趣 我们可以保持健康 我们真厉害 他们继续享受了健康的小食品 苹果和胡萝卜真好吃 小杰和巴克坐在草地上 他们被一群小朋友们围绕着 大家一起分享健康的小食品 他和巴克都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吃水果和蔬菜有助于我们的健康 巴克 我爱苹果 回到家 他们继续享受亲密的时光 小杰坐在床上 他的狗狗巴克坐在他脚边 小杰正在梳理巴克的毛 巴克 我们总是在一起 你是我的最好朋友 我也是 小杰 他们在花园中种下了美丽的花朵 就像照顾自己的健康一样 小杰和巴克一起蹲下来 小心地种下一排五颜六色的花朵 地上有一堆花草苗 我们可以照顾花朵 就像照顾我们的健康一样 巴克 花朵和健康都需要呵护 在夕阳西下 小杰和巴克坐在桥上享受日落 他们的身影在夕阳下显得温馨 巴克的头靠在小杰的腿上 他们一起反思健康的重要性 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会一起保持健康 巴克 永远在一起 小杰和巴克望着远处的山脉 他们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他们决心继续一起享受健康的大冒险 让我们继续我们的健康大冒险 巴克 我们是最棒的队伍 小杰和巴克来到了一家健康食品店 这里摆满了各种友谊健康的食物 水果 蔬菜 坚果 穀物等应有尽有 小杰和巴克一起仔细观察 店主友善地指给他们看 他们发现了更多保持健康的秘诀 看 巴克 这里有很多友谊健康的食物 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嘛 夜晚的天空中 星星闪烁 照亮了小杰家的门廊 小杰坐在门廊上的椅子上 他的狗狗巴克坐在他脚边 看住天空 那是最后一颗星星了 我们的健康大冒险也接近为生 是的 小杰 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关于保持健康的事情 故事已经说完了 如果喜欢乐乐姐姐说的故事 记得帮我按下喜欢跟订阅乐乐姐姐的频道 还有分享 乐乐姐姐最喜欢会分享的小朋友了 让其他的小朋友也能知道这个故事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